往垂直方向拖拉一下 這個時候記得要按Ctrl鍵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對齊 OK那對齊完之後有沒有 再把它稍微調一下 OK 那這樣一個表單就很快就出來 如果說你要全部一起 往下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全部一起選有沒有 然後再慢慢把它搬到對齊 對齊的位置 OK 大概類似這樣 其他的部分就是自己再把 這個Caption 把它改成我們要的名稱 這樣就完成了 那最後還有那個Name的部分 這個名稱要更改 所以可能要請各位參考一下我那個講義裡面的名稱 我想你們先第一步 先試著把這邊先做出來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你就開啟 開啟那個 範例檔 這個範例檔是問題11 好問題11 然後呢再到這一個 這邊 Visual Basic點擊 進到裡面的話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自定表單 好 插入自定表單之後的話呢 再分別 改 房貸計算 房貸計算 然後 主要是改這個 這個跟 他的名稱 名稱叫Home好了 那再分別加上 Label 特別重要是 這一個 Label 跟這個 Testbox 這個是文字方塊 文字方塊是這三個 然後再來這三個是按鈕 好 那先把這個 我想先熟悉一下 做表單 其實表單做出來 這個還蠻方便的 你在輸入資料 人機界面上面會非常的棒 好 好 好